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墨玉领着全家大小一边给人吃毛衣洗衣服危机生活 一边变卖家里补贴家用 其实苏王府里这位最小的哥哥俨然已经成了一家之主 1952年已经到了日本的哥哥给金墨玉和六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 振着再三之后金墨玉也支笔钱开了一间西餐厅 后来金老门办法要开那个餐馆 先开的是西餐馆对吗 对对对 您在哪开在家里面开 在家了吗 在家了 在家了 实在实在开的 嗯 我开了西餐厅了 你把刀看一看 把门关门找了 我就追我去吃的吧 吃的吧 他过活了是不是 厨师是谁啊 一米的 嗯 那叫什么那个 呃 郭文党的一大哥哥在家的 那厨师部啊 我们在街道搞工作了 嗯 他看上我了 他非要帮助我 这可怕呀 同性恋似的 嗯 哦 原来同性恋啊 那个人呢 好像是那样 哈哈哈哈 你怎么能肯定啊 人家你找你了 帮我轰他也不找 原来我说这 陪钱不能给你 公公你走吧 他回来轰的 他说他掏钱给我 我开花子给我开 原来我 我一睡觉 他进门来 他就盼着我看看 你说我又害怕的样子 我说你快走快走啊 可怕极了 哈哈哈哈 哦 走了以后 西餐厅不开了 改四川 嗯 我已经乱了 我真烦了 那样子 哪干的 那装汤都在烫手呢 我说没事 他就烈 但是公然 对 那那有窍门 你越兜了都说他越傻 你就揉一下过去 他就不傻 这个 我说那这窍门就烈 在屋里烈 越不离烈 我说你们都走开啊 哈哈哈哈 这一家人你们都跑开 这一家人 就是把爱情的这大夫都来 你知道 他们都知道 咋清楚的 他们就做点我的事 我一遍 我一遍 就是我 结败了结败了 他就给结我去 都结我挺好的 嗯 哎 川菜当时火吗 山伯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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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生意好不好 好极了 真的啊 什么爱情的 刘主光的 他们的 以前哪来 受伤的那些 那就真的那不有 去年医院吧 嗯 就都 他们咬开了 越了旁边 打门来 就封了火 现在挑开 要给他们做 嗯 应该赚很多钱吗 这样呢 赚了没赚的 我还得赚他们怀里了 赚谁怀里啊 什么大叔了 买菜子了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做些 哈哈哈哈 他们一天这样 干活得修造 得修造 一年修好就回家 完了那些钱 做到哪去 我就拿六十块钱 我跟他们一样的工作 一个月拿六十块钱 嗯 够您生活而已哈 哪够啊 嗯 这些这里事多了 不说了 就乱七八糟 说起来 但明天最后 我去餐馆 哈哈哈哈 早前那时候 开了那个四川菜馆以后 生意挺好的 他没有赚多少钱 但至少四川不发愁 呃 他也自食其力的生活 那段时间 今天在新老看来 他人生当中 可能是最 最舒畅的一段日子吧 我来一个两个 两个的 你不是讲老开会 你两个开会的 什么二国会 卫生会 工大会 是吧 那你不是鸡鸡分子吗 什么鸡鸡分子 不是我想鸡鸡的 他们给我造成了鸡鸡分子 哈哈哈哈 他们不叫鸡鸡分子 叫鸡鸡分子 嗯 哈哈哈哈 我也不管 反正以前在这种西路湖都过吧 反正我还特别办法都扎眼 是吧 所以呢 工都走 人民就一天就鸡鸡鸡 你钱都在出口吧 我都一鸡鸡就说 哎 今天你等一会一会就完 那我再回去做 我跟什么人做一块呢 那人这个开会 什么人 炸鸡饼呢 卖纯粹的 就是东方菜车那个 就是想拍的 都是劳动人民嘛 所以我 那他 所以我就更眨眼了 你不是说吗 这些老头老太子还跟我太好 嗯 哎呦 今天他还看了个金小姐 哎哎 可别叫小姐 是吧 嗯 那时候金小姐已经变成了金经理是吧 嗯 我什么名称都当过 嗯 都当什么 金经理 嗯 金同志 金小姐 小哥哥 你想哈 然后最后大个监狱 还是办长呢 嗯 然后又出了之后才带了我 那个 金老师 嗯 校长 什么叫做 那个 嗯 大哥哥成后 就当了 那刚才我们讲过的 金哥哥 金小姐 金经理 接下来金经理要变成金班长 就是在监狱里面的一段生活 我大哥 我叫你 革命人 曾经在法康 自己家里不是想想接着的吗 后来也不说了 后来真正革命人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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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党进了的时候 我一心里的 他 真想想 他们的 在自己的路的时候呢 哎 加入了这 加入了反过 他有反过 他有反过 所以我就觉得真 奇怪 真倒霉 金默于被正式扣上 反格力挖子 是从1958年的那场整冬运动开始的 莫洛王府的出身和姐姐穿倒蜂子的生命 是他理所当然地站到了革命群众的队里面 1980年21日 离当年春节还有五天 金默于突然从家中被带走 从此开始了他15年的劳力生涯 一共15年 那从58年开始算吗 嗯 银银被关在什么地方 草篮子 草篮子 草篮子是哪儿啊 草篮子有门的 基督所 您在基督所里面待多长时间 三年吧 五年吧 五年吧 那都干什么呢 一开始一 当时进入生命不干 嗯 一正天不报 半章报处 来一家去读 嗯 一开始看报 后来能干一些什么老 看报是学习必须 大伙都得听 都在那铺板上他们做的 我在底下 买这儿做 挠个当面 嗯 没有几个人能认证的 那你看外面是横爪横爪的了 那时候犯人都是什么宗教性质的 有三次关心的 嗯 林处则给他们读报 宣传形式 听您这个了解形式吗 您懂吗 那时候 政治形式是什么样的 嗯 政治形式是什么样 现在怎么回事您都懂吗 陈下形式我就不懂 嗯 那都是假不懂政治 后来懂的 还监狱里学的 怎么就懂了呢 慢慢慢慢就听说 他们说 筷子头上都有这个政治 这话怎么讲 你想想啊 你吃人就喝人就不就不好了嘛 这就是啊 所以你这就动脑筋想才能明白呢 这就是你后来想明白了哈 那小明 那小明 从小天性是这么自由的一个人 到哪儿也都不愿意守人 规矩我就不守 嗯 那在这个时候您怎么办 会不会也经常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啊 那小明 是啊 你大声上歌嘎嘎笑 那小明 那小明 叫我太话 这大号嘛 说他们都想什么了 我说 我说你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我说不知道 他你就懂 摸摸摸摸 看他怎么能 因为我都不知道 我说他们都有病有病 哭的哭 小家的想家 我说他心里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 对 我说您是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偷过馒头 我偷头 哪来馒头 偷我偷 偷啊 你大伙都一个都不得了 车都可了 我就偷啊 你去哪偷 就去厨房里面偷 哪上厨房 哪能弄去的 他打饭来 两个大桶 一桶汤 一桶窝头 你就出去 他一个门 你就跑出去两个人 一个人 到这个碗盒 爸爸我好 他就给你两盏汤 我就拿一个洗脸盆 我搞不定那碗盒 干净的新的洗脸盆 我说拿这个窝头 我的心上 他说好 我就拿这个赶紧跑 原来我就 多打一个或两个 因为我吃得少 我一样吃得少 所以我一级级就把我那两窝头 省一半 我一定省一半 给别人 我说你们就 八个人 除了我上职位 所以你们 对 一个窝头 搬一半 给两个人 下午晚上 再给两个人 第二天 再给两个人 什么 又能做出一半 做出一半 那我再给他们一个我生 游乐不成 这么多小窝头 为什么呢 常常做人家 我也不知道 这事 把他们的汤啊 都会 咸的呢 里头飘了 黄叶 把他要是 圣东西就去流盐 一包一包的盐 他们就把那盐 打一包给你打完脸 吃窝头 我挂着的鼻子 因为窝头底下 窝窿的周围啊 都是白人 所以都是种 我都怕吃麦圆 我不吃 所以我就没种 嗯 就这样 那那个时候 我看他们太可怜了 我就打一两个 后来来了一个 那个 对 来个新范人 他板子特大 他出的钢 因为以后我把窝头给帮买 我问你什么 他伤 他就悦得不得了 因为这么点 小窝头 两个 就吃不饱 他 你还打一两个不选 你就数 八个人 他当于是乐 你在那儿喷 陈丽哥 一两个 数十二 我都数十八个 他就打他 那小男孩 那小男孩 是一个刺激 他学养的 是吧 他看不清楚 他在做他打他 我先搁两个 但是我 搁两个 一二三四个 不就多了 所以三四个 我是一二三 他始终没办路 他就 最二一辈了 刚才两个 打鱼个旁边 都往外面 上街了 都可以扯动 哈哈哈哈哈 有些人在那一家后就开尾了 他就打着后来我 他说没有啊 阿爸一七六 他说你那是十六个吗 他们打开你都十六个人上家 哈哈哈哈 这也不理我 这也不理我 一后 个路子的烧炉子 要给几根皮铁 要给三根洋火 谁都要讲 谁都要讲 谁都要洋火呀 想起别人不说 想起来 这要打开枪 就要给几根皮黑 也不两张一张报纸 整本洋火 我们谁都弄得找 到我们 皮黑铁子找 报纸都找了 这还没有了 也没啥是想 怎么办还得要求 还得到底干啥 谁要洋火 这这个是麻烦 这个是官大师基本上 那周围都是树,那一样都是树,似乎一样是,一这样的树枝有,那挺大的,他就不让他转了,放风就是转一样的,能转,他就走一步踢,他就跟着走着踢,踢到你的门卡,摆下来, 他那么准,摆下来听屋里起来,我们家人都高级,把他转的转的转,然后被摇火,人家在唱他那歌,那男朋友说,对吧,你要准备,他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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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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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他,他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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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特别怒练,他们日本,他们的家人都, melt 무슨,折到 Kiss, done with people on them,谢谢我 heading to us. :「你从来呢,从来没见过 established一 month' 家人wic label because there's aлена for the name of them." 从来没见过的事,可是没自由了呀? 没机会想什么想 那个我一早一早都在这 别人让门子 我一个月不能出去 我去不高兴 都在那儿啊 那就已经生得烂了 15年 我的人最容易适合环境 你很容易就适应一个环境 然后还老高兴 不赖不哭 而且是真的高兴 真高兴 又没见过 我还有这事 我还有这种事 还有这种 我们的东西 在哪儿都高兴 没见过 在你们家的小圈子 还犯过什么呀 就在看守所也高兴 所以学习了好多 学习了好多 那是社会的错语 15年 从6年差不多 是在看守所里面过的 一直到1964年 才真正被宣判罪行李 已经到64年了 我也想说钱了算 人家之后 你可能把人打架 我家都没有人 因为我这些 你越说越说越来越乱 因为天下来 你怎么办 你管啥嘛 别人给你打脱河 您见了以后 别人对人合适吗 跟您 我没说过 我就想到一间行 由于勾搁在日本 进默奕的罪名时 从来过 此时 他已经46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46岁是一个对社会 与人生 已经渺然于心的年龄 然而对景欧雅言 他无神 却因为巨大的生活反差 和不动到来的忧命 显得无常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应对永远的波折 那就是承受与配合 但对于认识 社会与政治的认知 却只能在 亲生经历与体会中 逐渐加深 即便就需要付出 擦领痛的心灵代价 我在日本的 黄奕后头还唱过歌 学校说唱歌挺好的 也爱唱 在监狱里 经过于感觉难受 无望或痛楚的时候 经常旁有无人的唱歌 1964年 经过于伊尼通关国际 判处15年信息 这期间 经历于 中断中断了自己的关系 您刚刚抽烟 我发现很技术 那烟灰那么长的 都不带钓的 那好多 就不掉 哦 就要不掉 我现在都少 你这点来的 我可以妈也很小哭了 您抽烟抽多少年 那乱虚虚的 在监狱里抽 监狱里漫年 这个都要乱 都要满抽 那阿尔巴尼亚的 又抽烟 抽了就会呢 后来我就不抽了 嗯 后来出了之后又抽了 嗯 您第一个 第一个老伴 马先生是一个 特别有名的画家 嗯 那个时候你们在一起 是比如说 家人的人觉得 这小哥哥的年纪 不小了 应该结婚了 家人家里人家 我就是户主 哈哈哈 您自个儿 自由恋爱是吗 也不是自由恋爱 我重情他 他画得相当好 他没地儿画 嗯 那妈你上我家来画吧 谢谢 嗯 那时候您在开 川菜馆期间 嗯 他在您的饭馆里画 不是 我当然有一间屋子 嗯 我有一个大桌子 嗯 他都在那里画 他院里也画 北京城那么大 他怎么就找到 他就留下 比他们画的画 都在我们院子画 嗯 那我好奇 在北京城那么多的人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画家 真好 那怎么他找到 他又是刚解放出去 谁同情啊 嗯 谁也不知道 他是南方有名的 我都在和平图花团 认识他 嗯 是这个马虽然追的您吗 不是 不是他追的我 也不是我追的他 就是我们听到呢 和平图花团的经理 嗯 许林奴 他报的介绍之后 他老上我那儿 在吃饭什么的 完了我就看他们 可怜 他都要自杀了 因为他没有做法 可以解放 所以随即的 对国画都没有兴趣 是吧 所以呢 他就没有前途 他就在他女儿住 他有个女儿也是画家 嗯 后来呢 旁边有人